叫不相应 所以古德说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你这一念相应 你就是佛 因为你跟佛没两样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一念相应 我们凡夫也有 确实有 但是做不到 念念相应 为什么做不到 内有烦恼 在作祟 外面有五欲六成的诱惑 所以第一念相应 第二念就不相应 第二念就是烦恼 与外面诱惑相应 跟佛不相应 道理在此地 所以说佛 做功夫 舍在讲 没有别的 就是克服自己的烦恼 习气 不被外面境界的诱惑 这是真实的功夫 所以说佛不相应